今集會為大家介紹如何開設一個免費的物聯網雲端帳戶 為之後將氣象數據上傳到雲端服務器儲存 和之後的數據分析做準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物聯網即IoT 物聯網的概念在90年代已經提出了 是一種多技術的綜合應用 最簡單來說就是萬物相連的網際網絡 可以實現到人與人、物與物、物與人的互聯互通 每個物體或稱為設備 由傳感器收集到數據、通過網絡技術、 傳統處理中心或雲端服務器 收集數據有什麼用呢? 結合AI、大數據等技術 可以對數據進行實時分析 最終目的是提供具智慧的規劃、管理和決策 我們最近經常聽到的智慧家庭、智慧城市、智慧製造等等 就是物聯網的重要應用 物聯網的格構一般有三層 包括感測層、網絡層和應用層 感測層是各種具有數據感測和可靠傳輸能力的傳感器或設備 是用來獲取不同的物理量的 網絡層 透過好似固網、流動網絡、Wi-Fi、南麻和CGP等等的網絡技術 將感測層獲取數據進行傳輸或自訂交互 應用層是數據的收集平台和具體的業務平台 通過數據的儲存、分析和作用利用 增加效益或提供更便利的服務 好像智慧城市、智慧家居和環境監測等等 好了,我們的氣象站已經可以獲取氣象數據 已經具備了感測層 我們亦有Wi-Fi抗戰板可以進行網絡的通訊 即是具備了網絡層 在正式通訊之前 我們要先開始一個物聯網雲端平台帳戶 準備好用數據儲存的應用層 為之後進行數據傳輸和儲存做準備 其實,目前國內外有很多免費或商用的物聯網雲端服務器 我們今次會用一個比較知名的國外IoT服務器 叫做Fingspeak Fingspeak是Mapworth公司信領IoT潮流的一個免費產品 說得免費,當然有限制 第一,數據的傳輸間隔要大於15秒 第二,每年它最多可以發到300萬條訊息 即平均一日大概是8,200條 第三,一個帳戶最多只可以有4個channel 第四,每個channel資料最多只有8個欄位 雖然有很多限制 不過一般的Maker其實都已經夠用了 如果要做一些大型項目 我們可以選擇購買付費的商用計劃 Fingspeak主要是用來做物聯網 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的運平台 由於可以在Fingspeak上使用免費在線的MAT Lab 對數據信項分析 令到數據分析變得容易 Fingspeak的註冊其實都很簡單 首先在樓欄輸入Fingspeak的網址 然後點選Get start for fee 接著在畫面No account那一欄 點選Create one 然後填寫Email address Location等等的資料 按Continue 如果成功的話 Fingspeak會發一封驗證Email給你 我們回到剛才Fingspeak的註冊畫面 按Continue 然後輸入Fingspeak的密碼 設定他們的條款 這樣就註冊完了 之後我們要建立項目的Channels 可以這樣理解 每一個Channel 其實就是每個項目 儲存數據資料庫 點選New Channel 就可以進入建立新Channel的畫面 首先我們在Name一欄填寫Channel的名字 然後在Description一欄填寫Channel的描述 Fill1至Fill8 是這個Channel可以上傳的數據 以我們這個項目為例 由溫度、濕度、大氣壓、風向、風速和雨量共六項數據 我們在Fill這一步一欄填寫這個Fill對應數據名稱 注意 需要試用哪一個Fill 要先在右邊 選難度勾算了才可以試用 至於其他難位 你可以自己決定是否用 如果你有設備安裝的經緣度 可以勾選Location一欄 填入經緣度之後 會在Channel更介面顯示 標有設備位置的地圖 經緣度你可以通過Google Map 可以選擇 建立好Channel的基本訊息之後 我們按SaveChannel就可以完成Channel的創建 回到MyChannels的畫面 應該就可以見到剛才創建的Channel 可以見到整個Channel的介面 和每一個Fill的數據線圖 如果你有填Location 應該還會見到一個地圖出來 如果你覺得數據線圖比較悶 可以點選App Widgets 增加好像儀錶板 數字顯示 和指示燈等等的其他顯示方式 FingSpeed還有很多實用的應用程式 大家可以在Apps一欄看到 透過這些APP 我們可以實現 當一個數據 好像找到超過我們預設的數值的時候 最後我們要記得兩個重要的參數 點選API Keys這個算項 我們會見到Channel ID和White API Key 只有知道這兩個參數 我們才可以成功上傳輸數據 如果設備已經正確連上網 和開始傳輸數據 我們就可以在Channel 好了 通過這一集 大家應該已經在FingSpeed上 創建了自己的IoT雲端帳號 另外 也應該創建了屬於氣象站的Channel 在下一集 我們將會講一下WiFi抗戰版的編程 最後將氣象站獲得的數據 上傳到FingSpeed雲端服務器做儲存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